四岁男孩突然重伤不治 两个同龄小伙伴唯一知情人 四岁男孩因何受伤又是谁将他藏起 线索有限嫌疑人销声一计警方能否抓到真凶 稍后道德观察为您播出一念之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波章辩计》 《波妻事集》 这是几日 grosse 我带回家去的前一星期 你现在也还会搬出来探一探吗 还是会看一下 我老婆一般他们的产生不给他探 刚才视频上那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 他叫小川 拍摄这段视频的时候他还不到四岁 小川的父亲告诉记者 每当他想小川的时候就会放这段视频 而他要想再看到儿子当初健康快乐的模样 这是唯一的选择了 这段用手机拍下的简单视频 是儿子小川留给他以及全家人最后最美好的记忆 因为就在四个月前的一天 小川已经永远的离开了他们 于昌堂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天 2013年7月23号上午10点 他和妻子王海叶正在厂里上班时 小川的一个小伙伴突然跑到厂里 告诉小川妈妈一个惊人的消息 小伙伴的话让当妈的一惊 他赶紧随小川的同伴去找小川 在一栋新建房后的小巷子里 小川的妈妈见到了小川 而这时候正在修理机器的于昌堂也闻讯赶来 此时小川已经无力说话了 看到孩子于昌堂也吓了一跳 早上还好好的 怎么一会儿不见小川就成了这个样子呢 但他很快就从慌乱中冷静下来 他发现小川的鞋散落在马路中央 潜意识中他觉得儿子可能是被车撞了 于是他一边安排人帮忙送孩子上医院 一边报了警 我自己摔没有那么严重 如果孩子的鞋子在公路中间 没有被人移动过 那肯定是被车撞了 交警赶到现场时 小川已经被送往莆田市第一医院历程分院抢救了 而现场基本上没有什么线索 被送往医院的小川 当时情况十分危急 发现这个患儿已经出现双胃挫伤 还有颅脑控制外伤 还有一个就是护肤骨折 这些都是危急生命 医生建议 立即将小川转到市医院 否则危急生命 眼见着小川奄奄一息 小川的父母心如刀脚 恐延误治疗时机 他们赶紧将小川转到了莆田市第一医院 因为同志说连续下了剩两张 他就说可能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意思是说正在成就尽量往 后来第二次出来的时候 心里面就冷了 真的冷了 当时小川的外公在另一个砖头厂上班 听说外孙出了事 他心疼得差点晕了过去 当时我心里比那个烂瘦 我真的不知道 哪一秒钟那个感觉 我这个野轮一下子就却不下流下来了 在莆田市第一医院 四岁的小川最终被确诊为 双肺破裂 骨盆骨折 头盖骨破裂 由于伤势过重 抢救无效死亡 不能接受 请天逼你 但是我心里面想的话 没那么严重嘛 应该说 我心里面想的话可以救回来吧 就不要太悲观了 就心里面就想 别说说话了 就是说能看他动一下 心里面想说 能看他动一下 都最好 小川的父亲说 他至今都不敢回首 那令人煎熬的一个多小时 他们在急救室外 焦急的等待 期盼小川能醒过来 然而奇迹终究没有出现 小川的外公赶到医院时 小川已经没了气息 无论是谁 都难以接受 这个残酷无情的现实 就在三个小时前 小川还是一个 活蹦乱跳的孩子 突然之间病重 抢救 然后宣布抢救无效死亡 这让他的父母 以及外公 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 他们特别的想知道 孩子怎么会 突然受这么重的伤 在这之前 他到底遭遇了什么呢 小川的父亲于昌堂 是贵州人 他的妻子王海叶四川人 五年前 于昌堂和妻子王海叶 在广东打工时相识相恋 2009年初 于昌堂和妻子王海叶 来到莆田 在黄石镇平山村砖头厂工作 于昌堂随岳父学基线 妻子王海叶是搬运工 也就是在这年年底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 也就是小川 他们都 整个两个家庭的人的心 都放在这个小孩身上 都是把他当作真正的宝贝 这个孩子我们带得很辛苦 他从来不吃 不自己吃饭 从来不吃饭以外 都比较听话 说起小川 于昌堂不禁潸然泪下 他说 小川带给他们两家太多的快乐 让他们难以忘记 他外公钓鱼啊 打鱼什么的 就去跟他一起 然后抓了一个鱼 给他玩 特高兴 我拿着小鱼 听我拿鱼干 我们就一起去玩 真的好开心 然而 幸福的日子定格在了 2013年7月23号 这一天 小川再也没有醒来 这条紧挨着砖头厂的村路 就是小川最后玩耍的地方 这里离路西边砖头厂的宿舍不远 家人说 小川有时候 就和同龄的小伙伴 在村路边玩 村路不宽 只能过一些小型的机动车 车流不大 因此 没有人会想到 孩子会在这条路上出事 警察第一次赶到现场时 发现路面上杀石不少 只有孩子的一双拖鞋 和一点刹车痕迹 此外再无其他线索 究竟是谁撞了小川 司机又跑到哪去了呢 走开的时候发现 原来这起事故 不是我们显现的 那么简单 出事地点是在马路上 但奇怪的是 孩子的母亲是从一栋新建的楼房后面 一条狭窄破烂不堪的小巷子里 发现了她 据现场勘察的情况看 小川最后待着的小巷子距离事发现场大约20米 而且当时孩子受伤很重 他自己不可能爬这么远到小巷子里 那如果不是自己 又是谁把他挪到这里来的呢 只是能说明一个问题 比如说这个现场一次 所以第二个现场 小川的母亲回忆说 当时是小川的两个小伙伴去找到他 告诉他小川出了事 那这两个小朋友又看到了什么呢 于是警方决定问问这两个孩子 可是两个四岁左右的孩子又能说出什么呢 没事 我们问他什么话他也听不懂 因为他毕竟说是四川的 他们话跟我们这边有差异 不然小孩子还在看我们穿服装的下去 有点气力也会紧张一点 三两刚开始跟他不说 所以他也怕怕想过来 您请注意到 村路东边这座有点气派的楼房 就是专厂老板的家 小川出事的现场就在附近 为了安全起见 老板在房子四周都安置了监控探头 有一个监控探头 距离事故地点只有一百米 然而当警方调取该处的监控视频时 顿时泄了气 因为前两天正好是拍摄 把这个相关的监控设备 全部选择 无法拍摄 据家长回忆 那天早上只有小川和两个小伙伴在村路上玩 这两个小伙伴也是通知孩子妈妈的人 由此看来 两个小朋友是这起交通事故唯一的目击者了 于是警方再次找到那两个小朋友 可是两个只有四岁的小朋友 他们能提供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吗 两个小孩一个叫小豪 一个叫浪浪 都是四岁 也都是四川人 和小川一样 他们自小就跟着爸爸妈妈住在砖头厂 小豪比较大胆一些 这次他终于开口说话了 他说 当时他们三个小朋友 就在砖头厂老板家门前的沙堆边玩沙子 当小川往马路对面跑的时候 突然一辆车开过来 撞到了小川 虽然小豪是亲眼见过小川被撞的目击者之一 但是要让一个四岁的孩子描述清楚 肇事车辆特征和肇事司机模样 实在是太难了 这大大的 车小小的 那是被什么车给转了 是男的开还是女的开 男的 家族就会捡这个人身上脏脏的 绰绰 它还是味道绰绰的 绰绰的 车辆前面有盆的 后面没有碰 遇什么 他说遇什么 遇长 因为是这个 远流的 那边远流的在这心肠 为了弄清楚肇事车辆究竟是什么样的 警察带着小豪 一一辨认路上来往的车辆 经小豪辨认 肇事车辆是一辆蓝色的浓用三轮摩托车 小豪说 当时司机撞了小川后 下车将他抱起 往小巷子里走 并把他放在了墙角边 放在这边 把小川放在这边 那怎么弹的 人是怎么弹的呢 你做给叔叔看一下 还是这样子 把他放在这样子 是不是 然后就跑了 根据调查 以及小豪的描述 警方确定 这是一起恶劣的交通肇事 逃逸案件 根据小豪的指认 赵氏车辆是一辆蓝色的浓用三轮车 无牌照 车前有棚 车后无棚 司机是一名男性 因为车里有草 因此警方推断 司机很可能是农场的人 于是警方围绕着附近的农场 展开了排场 我们那个方案地点 扩散到那个村周边的 差不多有十来个 我们基本上周边 十来个村 也给奶的 原原的 也牛的 这个奶厂 人厂 都去 附近的农场 警方跑了个遍 但都没有发现 可疑的三轮摩托车 和可疑人 由于农用的三轮摩托车 在农村非常常见 而这类的三轮车 又没有排照 警方排查了一个多星期 仍然是毫无头绪 难道是小孩子描述不清 排查的方向出现了偏差 经过艰难论证后 警方再次调取了监控录像 把事发前后时间段的 监控录像重新排查 最终 警方发现了一辆可疑车辆 那排查发现这部车是 行走是非常有规律的 它是两天一次 经过从这个时间 大概时间是10点到11点到12点之间 所以说这部车的闲雨是非常大的 监控视频资料显示 有一辆大体符合两个小朋友描述的 前面有棚后面无棚 运草的蓝色三轮摩托车 于7月23号案发前 经常在平山村村道行驶 案发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警方立即锁定这一可疑的肇事车辆 同时还张贴了告示 让村民辨认这部车 根据两个孩子提供的一点点线索 经过10天左右的摸牌调查 警方基本上确认了 撞倒小川的嫌疑车辆 是一辆蓝色的农用三轮摩托车 可是附近有十几个村子 像这样的农用三轮车是随处可见 既没有车牌照 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 警方仅仅通过张贴告示 能找到嫌疑车辆和肇事司机吗 在明天的节目 我们将继续观察 我是徐骏 明天见 明天见